废话不多说 这个三多大山 以前是什么 帝国主义风险王朝 什么什么 很多你就会总结 都可以往上 然后这个 现在教育 医疗 住房 多少 十有八九 都在为这个古党 经济 怎么办 我们医疗前面课 不安 往回找 有 人体是最好的自我 疗愈 医生 其他全都是 外在的辅助 你可以不用 相对 你要快着急的话 那 接见 十有八九 长寿者在僧道 在庙观 人家修成了吗 没有 修道者 多如牛毛 成道者 风毛铃脚 但是 人家起码轰个 影响天点 一百二十岁 无疾而终 很多 然后 这些 就算你买 我选的什么 人设计也有朋友 这个 就是你够八十 你才够回本的 而且其他的更不要说了 就是 你就商业那么医疗 也就 这才是这样 所以 你 你医疗你能够八十 你那个时候身体 已经是 同时代的 已经不用了 然后 这个 同时教育 这个不细玩 那就 每天睡不好觉 到时间 就让孩子去睡觉 你干嘛 身体 首先是基础 他身心灵 学的内心 有多少有用 说实在的 就是到了义务教育之后 这些免费吧 国家 对吧 我们国家很好 这个义务教育 那之后的那些 真正你用了多少 什么才是真正有用的 你要学的 我学 为人处事 你就是这些学好了 当然有条件的 你再去学学什么 清极俗话 数学文第 没有条件的 你就 这个男孩 学学武术 女孩跳跳舞蹈 我们也前面也讲过了 毁了这个之后 全部都毁了 要钱了 你到哪 都是个社会上 相当的有用的人 很简单了吧 然后住房 这个更挂 土运 房地产 情况 下一个是火运 2024之后 那虽然说火也生土 但是它降了一个层次 每逢一些什么什么年份 也有生的 也有降 那整体上 看现在国家 刚好吧 再打压了吧 它要时间 它也要 一下下来也要出问题 虽然说当初 他们自己都知道 但是 有个人的原因 他们 也有这个社会的原因 多抓几个就好了 这个 然后租房的时代 就要到来 那大城市 现在有没有这种迹象 去向 曹德旺先生 企业家 非常负责任的 他讲话要算数 你可以租 房子是用来住的 车是用来带铺的 你想干嘛 这些大房子 人少 那叫阴重 那当然房子小 人多 那是没吵架 那是样 你适当就好 而且尤其卧室 你一定要 小 再聚气 你看这皇帝 龙榻 四面都像是蚊帐 给你封 那才多大 那个对身体才好 包括其他不具风水 有几个懂的 现在 现在就是 这个 是不是都解决了 所以说不要急 2024 就是再过20年 要水 可能更那个 就是一下就 现在你看北京 已经开始 之前卡班 不要急 再等几年 再想想 不要